介紹所有的師長 同學 以及所有的嘉賓 大家好 我是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口腔生物科學研究所周潘儀 我是臺灣大學機械系楊靜棠 今天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會議 我們只能感謝國立臺灣大學學院 還有新一峰 楊總司長 還有臺灣經濟也就會共同來支持這個會議 邀請到我們國際級的 Dr. Benil 來幫我們講這個精采的演講 我想大家對這個字 Biomimicry 都有一點點做不太清楚的意思 我上了Wikipedia查了一下 其實Bio就是Life的意思 生命的意思 Mimicry是魔方 意思就是向自然學習 其實它是以觀點就是說 生物經過了幾十億年的演化 能夠存活到現在 大家都有特殊值得學習的一些天賦 或是一些技能 那我們從人本的觀點 來從他們的特點 得到一些靈感 來發展出科技的一些產品 但是更重要的是 要跟生物 跟環境 取得平衡 這是很大的挑戰 但是到底要怎麼樣做 我們才能夠有辦法 調節好 這個我們人類對大自然的領賽 讓它變成一個能夠引領人類的前瞻科技發展呢 我覺得 校園內 這樣子一個多元的學術 研究的環境 再加上所有的學子們的青春活力 以及創造力 應該就是這一股能夠帶動 我們台灣生技產業所需要的大藥劑 裡頭最重要的一股能源 所以在這裡 我們非常高興地的 能夠請到我們這一場的主人 也就是國立台灣大學工學院的 機械工程學系 楊耀洲主任 來為我們大家講幾句話 有請老師 您議員 Positive of our Dean, I would like to show our warmest welcome to Janine and appreciate her talk in MTU. I also like to thank professor Yang, Director Sun and the staff member, as well as sponsors, for their support and efforts. With all their efforts, these events will not be possible. BioMimicry is a very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field It covers funda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anine i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and famous person who promotes BioMimicry in the world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She has been, she has consulted many big companies Also, he wrote six books in BioMimicry She also gave several prestigious talks in very important events such as the TED TED And it is my privilege to welcome Janine Also, I believe you will enjoy her talk So, 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感謝楊主任為我們帶來的講話 那接下來我們要邀請台灣經濟學院生物科技發展研究中心 孫智麗主任來為大家做演言 接下來我就會用幾張仿生的一個趨勢跟各位介紹這個仿生 在Janine的這個精彩的演講之前 那其實仿生就是施法自然 那國際這個仿生這個概念當然說新也不是很新 在製造能坐飛機啊就是仿造鳥啊 然後很多很多人在設計的東西都是來自於 也是來自於大自然的啟發 那所以說這個概念 只是說最近工業革命之後一直到現在 已經發展到一個可能技術的創新 可能發展到了一個瓶頸 那仿生現在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BioMimicry 施法自然 又讓我們提醒我們很多的一些創意設計點子 來可以從大自然而來 那國際間就用一個叫做達文西指數 來衡量仿生這門學科的發展的情形 那達文西指數是什麼東西 它就是將跟仿生概念相關的這些專利研究期刊 還有這個相關的一些研究計畫 這三個指標把它編制成一個所謂的達文西指數 跟仿生概念相關的這個研究的進展的情形 那我們可以看到從2000年以來 這個仿生概念的這種技術的研發 還有相關的一些研究活動 已經成長了五倍了 那至於這個仿生的概念在哪些領域當中 最多的就是大概就是在化學 化工還有材料科學 那還有就是一些這個特殊的材料 生衣材料還有工程 特別是生衣工程還有奈米 那還有一些高分子聚合物 一些應用物理甚至生物科技 那這個仿生目前在國際的進展情形如何 那當然還是美國還是直牛爾 在這個仿生是直牛爾的大國 Leading 的這個Aurore 那但是這個中國也不容小覷 還排名第二次 那這個全世界大概十大仿生的大學裡面 中國就佔了有五個 那當然這樣的一個概念 在歐洲是非常受到支持的 有包括德國 德國在這個仿生的這個 很多的活動的推廣是非常的積極的 那英國、法國、日本、義大利、南韓、西班牙、印度等等 所以全世界呢 整個在仿生的這個活動 在全世界的Napping 就是如這張圖所示 那美國像 the mighty Harvard 那英國 reading best 等等 有很多很多大學都特別有設仿生營救中心在進行 那幾個著名的案例呢 有包括 Biolytics 它是一個原來是澳洲的一個做污水處理的一個公司 那後來它轉型的 變成是一家紐西蘭的公司 那它利用這個仿生的概念去設計它的這個污水處理 也得到了這個紐西蘭的前十大的綠色企業獎 那另外一個就是 Biometrica 它運用 它學一個這個一種 有點像古時候的那個鹹水蝦 它會這種會在 cell process 會有乾燥的一個過程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概念去設計 它可以保存很多的生物樣本 包括甚至到 DNA RNA 等等 那這樣實驗室在這些儲存這些生物材料的時候 就不需要放在冷凍或者是冰櫃裡面 可以節省非常多的能源 那還有一個很有名的就是 這個蓮花出淤泥而不染 連液的致敬效果的應用就是這個 Stow 的這個塗料 它仿造這個連液的這個玉水 這個如果這牆壁塗這個塗料的話 它那個就是所有的 只要下過雨就會很自然的 將這些髒污帶到 就是隨著雨滴帶到地面來 所以塗這種塗料的建築物可以永遠的乾淨了 不用在那邊刷牆洗牆 那最後還有一個案例就是 Quocon 高通的這個 就運用這個蝴蝶的這個 它的一個蝴蝶的這個一個結構 它的產生色彩的一個結構 去設計它的這個顯示器 可以用這樣的一個結果的顯示器 可以節省比較多的能源 對於一個這種顯示器最耗電池的部分 它可以在這個能源上面有很大的一個節省的功用 所以說預估到2030年 在這樣仿生學的這個運動下呢 會有幾個重要的產業 都會深深受到仿生的影響 其中就是包括這個化工 最大的就下面 化工的這個化學工程 然後材料 然後還有建築 還有一些工程 還有塑膠製品等等 還有污水處理 那甚至紡織啊運輸 然後是各種這樣的一些建築啊 然後甚至電腦 電腦電子 還有這個印刷食品 然後甚至化工相關的一些產品 那甚至造紙啊森林啊農業等等的運用 未來這樣是方形未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預估呢到2030年 2030年大概在15年之後呢 這個全世界跟仿生相關的這些產業活動 所創造的GDP 大概可以至少達到1.6兆美元 1.6兆美元 那除此之外呢 他還減少了一些這個環境的污染 或者是些這個減少一些能源的損耗 價值達5000億美元 那光是在美國呢 他在跟仿生相關的GDP 大概就創造了四五千億美元 然後大概有240萬的工作 都跟仿生有關 那我們非常高興今天請到Janie Benias 來台大這邊跟各位分享這個仿生的一個趨勢 那剛剛我們的主持人也已經介紹過了 那但是我再補充一下 他得到非常非常多的獎項 除了在世界很多很重要的場合 包括在諾貝爾獎的全球永續發展也當中 他有發表過演講之外呢 他得到了這個最近得到了哥登堡的永續發展獎 還有亨世家族基金會的亨世獎 然後他也是商業週刊 Newsweek的這個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設計大師 那2009年他拿到這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科技倡導獎 那他也是CNN這個票選不可不知的十位大師 那他最早他拿到時代雜誌 就是TIME的這個地球英雄獎 他被譽為是設計桌旁的生物學家 然後在美國很多TOP 500 財富前五大很多很多的公司都 邀請他去擔任創新孤文 包括機、保檢、高露捷、Nike等等 他擔任創新孤文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有榮幸 請到Janie Benias 來為我們做這個非常精彩的演講 謝謝